詞曲 李宗盛弘 詞曲 李宗盛弘 現在的聽眾姐妹的家名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以神為樂 以神為樂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 基督徒我们通常会说一件事情 是我们会找到的 我们会找到 我们会让神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有些人会把他的神 限制在他的圣经里面 他会把神限制在他的圣经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我们跟神是分开的 神根本没有活在我们的生活现场 神根本没有活在我们的生活现场 很多人理受这个信仰之后 他有一个困难是 当他礼拜日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他把圣经从他的包包拿起来的时候 把圣经打开 神就跳出来 他把圣经告诉你 我是全能的上帝 我是全能的神 你也领受到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我是全能的神 但是当礼拜晚结束后 你把圣经放进去 包包里面收起来的时候 把神关起来放进去 你一回到家 你打开门 所有的家人都看不出来 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回去之后 你就像一只狮子一样 哇 像一只机关箱一样开始扫射 所有的人都觉得 教会怎么把他教育成这个样子 教会怎么把他教育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想说 哇 怎么看起来不像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又把神关起来收到包包里面 我们又把神关起来收到包包里面去 当你打开来到教会打开圣经的时候 然后你又像一只什么 像一只绵羊妹 但是你一回去之后 圣经关起来收到你的包包里面 神又住在圣经里面跟包包里面 为什么 因为神没有活在你的生活现场 我们没有让神活在我们的每一分 每一秒每一刻 所以我们的人生会唱出一首歌 叫做《铃心的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黄蜜玲的《铃心的歌》 在我们的周报第九页上面有这首歌 她说她是台语啦 我用台语来念 家书你们问我 铃心我的声 我会说为三段 为生活要有五年 哇这人生听起来很苦喔 人生就为了三餐 为了生活 为了你的小孩 为了你的妻子 然后呢 来时看别人的名声 会好别人的心情 这是为你的条件 有人人为这是生活 有人人为这是一种感 你人情话我不知道 笑容是怎样 亲爱的童公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的灵心是这首 这条灵心的歌 还是 而且你的人生是跟神一起走在一起 你的人生 当你的人生没有让神 生活在你的每一个生活现场的时候 你的人生比像这首歌一样 好辛苦 好辛苦 因为当我们没有让神参与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会觉得 有时候会遇到恶人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天哪 你会很容易心怀不平 你会很容易心怀不平 因为你会觉得怎样 不公平 你今天一定要记得这三个字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 但是神说 你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心怀不平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个商人 他都会请他的驴子 把他搬东西 那驴子身上都会被动心 所以在他们的 每次要到他们的终点的时候 他们都会亲过一条河 驴子每次到那边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在那一条河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喝那个水 让他们起来可以 可是里面有一只驴子比较狡猾 他每次走走走走的时候 走到那条河 他都会顺便稍微蹲下去 让那个水帮他再一个活物 所以让他蹲下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的东西是岩巴 他每次蹲下去在站起来 他就会觉得因为岩巴流掉 所以很轻 所有的驴子都看在眼底 看着他每次走到那条河 你看你看 他又蹲下去了 所有的驴子里面都心怀不平 有一天主人 就把他们在的东西换成棉花 驴子都觉得 今天的东西好像变大了 可是重量没有变重 重量没有变重 那一只驴子又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条河 他又怎么样 赶快再蹲下去一下 结果呢 棉花会吸水 所以呢 他站起来的时候 他就想说 哇我的天啊 他站不起来 所有的驴子都怎么样 你看他就是因为喜欢泡在水里 他就是因为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生物里面 我们也会心怀不平 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他可以 为什么他可以 为什么上帝里没有给我 为什么他没有这样 他没有那样 为什么我这样 会不会 有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 心怀不平 我们会觉得 这世界怎么这么不通 为什么他有生病 他没生病 我生病 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 怎么会这样 我们会看不下去 我们看到恶人在兴旺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上帝你在哪里 你怎么没有惩罚他 当那个恶人如果不小心欺负你 你那个生气的指数是大红 等他五十二一片白 你会很生气 你很生气 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不要做一个心怀不平 你要看见神的信实在哪里 你要看见神的信实在哪里 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小孩 因为她的小孩生病很久了 她带着她的小孩来找牧师 跟牧师说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牧师只有回答她 因为要在她的身上 显出神的公义跟神的信实 这个故事在那里 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瞎眼的病人 当他的门徒看见这个瞎眼的病人 第一个他的门徒问耶稣什么话 耶稣他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他犯罪 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 你想如果是那一个病人 他心里会怎么想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大家都看得到 是我犯罪 是我的母子犯罪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 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写出神的荣耀来 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写出神的荣耀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在所有的事情上看见神的信实跟神的公义在哪边 你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面看见神的信实跟神的公义在哪边 在哈巴古书有一个经文 他说虽然无老果树不发枉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无效力 甜也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养 同妹也没有 但是 然而我要怎么样 我要因耶和华 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先知说我们要怎么办 就算在怎么苦的时候 你都要以神为乐 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非常辛苦吗 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辛不辛苦 什么都懂 全部都没有了 可是先知说 然而要欢心一生为乐 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贝利比 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被关在监律里面 他们被关在监律里面 他们有没有以神为乐 如果你被关你会不会觉得还 我明明就在传福音 为什么我会被关不公平 神啊你到底信不信实 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我所为你做的功 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对待在我身上 他们有这样吗 没有 他们以神为乐 甚至在看守他们的那个官员 看到他们这么喜乐的时候 连他们都被感动到胜出 连他们都被感动到胜出 可见 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 这个欢喜不止在你的身上 甚至你把这个欢喜也带给别人 再来第二个怎么以神为乐 怎么以神为乐 就是不要靠感觉 不要靠感觉 一个以神为乐的人 他是愿意相信神的人 当你没有信任一个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很相信他 你不可能以他为乐 你不可能以他为乐 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对方 你也没办法相信他会为你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很难以他为乐 所以你很难以他为乐 但是如果你相信对方的时候 你很容易以他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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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会对神 失去信心 失去为什么 就是因为靠感觉 感觉很重要 感觉很重要 但是感觉常常会误导我们每一个人 感觉常常会误导我们每一个人 来 我们看这张图 你会觉得这张图有在转动吗 你会觉得这张图有在转动吗 有没有 好像有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这张图到底有没有在转 没有 我们知道感觉会影响很多 我们常常会被感觉欺骗 今天如果神 你在很快乐的时候 你会觉得神跟你同在 感谢主 就是因为主跟我同在 所以我今天考试常会考第一名 就是因为主跟我同在 所以我今天去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 怎么样 成功了啦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 我今天考的最后一名 全部都落网 算了 你怎么没跟我同在 我今天如果谈生意谈不成 上帝啊你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不是你要成就的吗 你如果靠感觉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感觉牵着你走 你根本没办法以为 以神为乐 你没有办法以神为乐 你会说神啊你在哪里 或者是啊神啊你跟我同在 所以我们不能靠感觉 所以我们不能靠感觉 今天经文怎么说 你当以靠耶和华而行上 住在地上以他的性质为良 他没有写说你当靠感觉而行上 如果我们觉得今天神对我很好 多奉献两千 或者是啊那我多可以帮助一个人 如果今天神对我不好不要了 神说你当全心全意以靠他 以他的性质为良 你每天都吃饭吗 吃 神的话语跟吃饭一样 你要每天把他吃进去 成为你的帮助 你要每天把他吃进去 成为你的帮助 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的欣慰剥夺 如果能让你觉得你的心心还是比 我们不能靠感觉 我们应当依靠耶和华 全心全力依靠他 以他的性质为良 以他的性质为良 再来是我们要看重神的成就 我们要看重神的成就 凡事感谢 凡事感谢 如果你今天不感谢上帝的话 会发生一件事情 你的抱怨会远超过你的感谢 你的抱怨会远超过你的感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今天同样发生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你身上 比如说你已经生病二三十年 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 还是你会感谢神 感谢主 让我的疾病可以成为我的帮助 更多的来依靠你 甚至你没有让我的疾病恶化 如果今天你没有真的感谢神的话 你会一直埋怨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但是如果你感谢神的话 你会看见神非但没有让我的疾病恶化 而且让我在这之中 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更亲密 甚至让我知道我如何依靠更深的依靠神 所以我们应当更多的来感谢 更多的来感谢 在美国密西根的一个湖发生了一个意外 就他们有在一个平台上 有二三十个人因为那个平台垮了 所以就所有的人就掉下去水中 当时有一个人救他们 当时有一个人把他们全部都救起来 后来呢大家就去访问那个救人的那一个人 就说先生你对你救的这些人 你有什么感谢啊 那先生说 我只知道没有一个人回来跟我说一声谢谢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只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很不会感谢 我们很不会感谢 有些人掉外面去嘴里是说 今天怎么这么惨 还有我掉下去嘴里 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把他们拉上来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感谢 不知道要感谢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 时时刻刻不断的感谢 当你不断的感谢的时候 你会以神为乐 你会以神为乐 当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 如果你搬开救援地 读生命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帝一直在讲一些事情 要记得 要记得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如果你仔细认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一直在强调 你们要记得 不要忘记 为什么 因为当你记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你会觉得温暖跟喜乐 当你记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你会有信心 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不会害怕 所以你要时常记得 神的恩典跟你同在 要时常献上感谢 要时常献上感谢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字给你 通常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很多人会记得来 哪部分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字给你 忘记 前面是什么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所求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所求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当我们时常埋怨的时候 我们就会像肉气的气球一样 我们不会感谢 但是当我们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所求的 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你的心会充满感谢 有一天 有一个男生很晚了 让他到便利商店买手电筒 他去买手电筒的时候 发现这支手电筒 比外面贵了100块 他就跟那个老板说 老板老板 你这个卖的比较贵喔 你这个比外面贵了100块 那个老板跟他说 为什么你没有懂的谢谢 你这么晚了 我还在这边服务你 卖你这支手电筒 你没有现场感谢 反而比埋怨比较多 所以呢 那个先生之后就说 对我应该说声谢谢 到这么晚了 还有人愿意开店卖东西 所以他拿到这支手电筒的时候 本来他是怎么样 觉得贵了100块 但是当他感谢了心的时候 他觉得他快乐 他快乐 这个老板你应该感谢他 因为让他有钱可以收 让他有收入可以赚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以感谢做为我们的前提的时候 当我们以神做为我们的前提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祝福 会更多 你得到的祝福会更多 你得到的祝福会更多 你得到的祝福会很多很多 超过你所求所想 最后他说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如正乌 你有把你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吗? 当你在心怀不平的时候 当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 你有看见神的信实吗? 你有感谢这件事情吗? 你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耶和华 成为你的帮助 你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耶和华 交托就好像你把钱放进去银行里面 然后回生利息 会三十倍五十倍二十倍 但是当你把这件事情交托给耶和华的时候 祝福是加倍的 祝福是加倍的 最后我用一个故事 来做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那个故事是 李嘉宏校长所写 近南大学的李嘉宏校长所写 他说 当日落的时候 你要回头看 当日落的时候 你要回头看 这个李嘉宏校长 他曾经到叙利亚出玩 当他到叙利亚的时候 他去参观一间全世界最古老的教堂 全世界最古老的教堂 这一间教堂很特别 他的聚会方式是用 以前耶稣所讲的亚籃语 完全用土话 他们里面聚会 所有的一切都是用亚籃语 那这个校长去参加之后 他就觉得很尷尬 就算他听不懂 他也能体会耶稣当时做礼拜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当时在聚会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那他聚会完之后 他有看到一幅画 他有看到一幅画 那一幅画就是耶稣站着 那一个小孩搭着耶稣的裙板 搭着耶稣的裙板 那他就跟当时的神父说 那个图画是什么意思 那个图画是什么意思 那那个神父就跟他说 下面有两个字你自己看 下面有两个字你自己看 那个意思就是 那个小孩子 拉着耶稣的裙板 要问耶稣说 耶稣如果您走了 谁来照顾我们这些穷小孩 跟我们这些贫困的 当你走的时候 谁来照顾我们这些贫穷的人 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孩 我们这些穷小孩 耶稣说 当日落的时候 回头看 当日落的时候回头看 之后这个李家彤校长 就一直把这段话 记在他的心里 让他又参观参观参观 参观这间教堂的时候 他发现 这间教堂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有一个小灯 那个小灯是365天都点着的 每一天到晚上的时候 就会有人去把那一长灯点起来 那他就问那个神父说 为什么要点这一长灯 神父说 我们知道 从以前到现在去这里了 我们知道 所以 他就也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那他就继续去来 他就去走走走去参观 当他到一个山丘的时候 他发现 哇对面有很美丽的海 可是后面就是住宅区 那他就刚好欣赏日落 当他看到太阳的下山的时候 当他看到日落的时候 他想起一句话 他日落的时候 回头看 所以呢 当他看到所有的太阳都日落的时候 已经天要黑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感觉 惨了 我第一次来这边 我人身低不熟 怎么办 我会不会迷路 那他就想起日落的时候 回头看 他就想起日落的时候回头看 所以他发现 当他回头看的时候 灯一盏颠起来了 一盏颠起来了 一盏颠起来了 连小灯 照常的灯也颠起来了 他的心顿时觉得怎么样 至少有平安 有那个灯可以协助他知道怎么下山 就算天真的完全黑了 他也知道他要怎么走 因为那个方向很清楚 就是往住宅区 所以当他体验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今天天苏基督就如同太阳一样 当他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如同太阳一样 把这个阳光跟乐跟爱送给大家 但是当他不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还有点小的成为我们的帮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下 神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 神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鼓音诗 全然像你 在我们的福地十二页 在美的旋律上去 全然像你 全然像你 ように 全然像你 你能留我 瀾瀾胜起 我要照顾向你 舍舍怎解 永永远远 专门无尽 永永远远 沉陷无疑 我要信赖上你 舍舍自己 一生一世 舍舍自己 一生一世 舍舍不顾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 舍舍向你 赞美的旋律响起 我的心 舍舍向你 当圣灵的恩高满溢 当圣灵的恩高满溢 我的心 舍舍在风底 赞美的心 却如春雨暮雨 我心中的喜乐 传流不息 赞美的音符 如雪花飘影 我心中的满溢 当圣灵的恩高满溢 我要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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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 舍舍沉陷无疑 永永远远 沉陷无疑 永永远远 沉陷无疑 我心中的满溢 我有心 舍舍向你 舍舍自己 我有心 舍舍舍自己 一生 一世 舍舍自己 一生 一世 舍舍自己 一生 一世 想要开心 将你 舍舍以赞美 我要开心 我爱开心 我爱用 像你 赞美成学 永永远远 沉陷 飞不停 游游天圆 沉陷不易 我要欣赏上帝 写上自己 一生一世写上自己 一生一世 我欣赏上帝 写上帝 写上帝 赞美的旋律相信 我的心却感想你 当神灵的岸高满意 我的灵不再封闭 赞美的清泉 若晨雨不雨 我心中的喜乐 转流不息 赞美的音符 若雪花飘逸 青春的温柔 写上帝 我爱沉陷 永永远远 咱们不停 永永远远 沉陷不易 我要欣赏上帝 写上自己 一生一世写上自己 一个人来欣赂上帝 我用 Menschen 人来送ィ想你赞美成ünd 我要欣赏上帝 我爱沉陷我们 每个人都能开向赞美神 我要要彩虹 向你赞美成仙 永永远远 咱们不停 永永远远 咱们不停 永远远 沉陷不易 我用心的向你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 教徒不要开梦 向你赞美尊贤 向你赞美尊贤 永永远远赞美尊贤 永永远远 沉陷无力 我要心的向你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 祝你是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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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是我表彩 全不怕是我心靠地 你不懂得 祝你是我一样 祝你是我的一样 祝你是你的所 我的方法实在 祝你是我一样 祝你是我一样 祝你是我高财 堅固盼是我心靠的迷不动调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担锁 我的梦存在屋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长老教会被称为强德的教会 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赞连神 强德就如同祷告一样 或许今天你没有听过这些歌 或许你觉得我唱歌的声音不好听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 当你的心有压力的时候 当你开口赞美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会释放你的压力 神会释放被压力 所以或许你觉得你的声音不好听 或许你觉得这首歌我第一次听 但是都没关系 让我们就算没有开口 我们每天都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当大的赞美神 在我们的心里当大的赞美神 这首歌是主力是我力量 我希望让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可以领受从神来的力量 可以领受从神来的力量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生为乐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献上我的感谢 献上我的赞美 让我们每一天都应成为乐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 主力是我力量 主力是我力量 我的心得我的拯救 主力是我力量 主力是我高财 我的心得我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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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是我力量 主力是我高财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 主力是我力量 主力是我力量 主力是我高财 天堂是我的拯救 秘密不重要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彼岸所 我的地方放置在如意 我们一起祷祷 爱我的天国上帝 我们要赞美祢的名 我们要高群体超过万有之上 主耶稣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信实的圣 主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 请祢把我们放在秘密的地方 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仇敌 当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求祢把我们每一个人高举在盘石上 让我们得以昂守 超过我们所面对的仇敌和我们的困境 主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 我们都要邀请祢跟我们同行 让我们能受任何的艰难和困难 以致我们能走在其中 如要祝祢的名 主当我们建立艰难的时候 当我们师父每一件事情 才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靠感觉 而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深深的倚靠神 我们要从祢那里得到力量 因为祢是我们的攀世 祢是我们的高态 祢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弟兄姐妹 仰望在祢的面前 愿祢是祝福祝福他们 也愿之间 所有的一切都荣耀神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 special的 就算太制裁了 生死了 向祢有信